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阿里山小火車通往神木站的鐵軌上面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總共有10位的民眾 他們是用手做出滑掌的動作 身體在往後仰 動作是非常的有秩序 一旁還有有人操刀專門來攝影 他們有說有笑 玩得非常的開心 不斷的大笑 但是這些做法都非常的危險 因為如果小火車一旦通過 就有可能發生撞人的意外 那看當時的現場情況 10個人在鐵軌上面 滑籠中簡直是玩翻了 但是有民眾看到覺得很母湯 立刻通報了車站 車站派工作人員前往勸導 而這群人聽到之後 都配合離開了 因為一旦小火車如果過來 他們反應不及 可能就會發生撞人的嚴重意外 更何況在上面總共有10個人 那還得了 而這段影片被PO上網之後 立刻引發討論 覺得這群人實在是為了玩 非常誇張 以上是來自嘉義現場情況 時間盡頭交還棚內主播 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